今天我来跟大家聊日本的饭店 尤其是在东京的银座附近 开了非常多的饭店 这些饭店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 以前我们去日本玩的时候 我们会对于日本的饭店有一个印象 就是房间非常非常的小 然后那个床放在那边 行李箱有时候打都打不开 那这种比较旧型的饭店 其实对于日本人来讲 其实是够的 就说他们其实算是商业的饭店 他们平常出差的时候 会去住一个比较算是经济型的 或者是比较小一点的饭店 那就便宜嘛 就一张床就好了 不过以这种传统类型的饭店 对于观光客来讲 应该算是不太友善 毕竟观光客出去玩 不会想要去住一个这么挤的饭店 这个可能就是需求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本来一开始就是出差用的 但是大家为了想要找便宜 所以说就去找一个便宜 但是跟他们出差一样的饭店在住 不是观光客用的饭店 所以说虽然大家都说 东京的饭店很贵 但其实也没有真的那么贵 因为它最便宜的商务饭店 其实是蛮便宜的 只是说大家对于旅游来讲 可能会希望能够住好一点点的饭店 其实过去这几年 日本人对观光客这件事情 算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尤其是在2020年 就是明年 这个东京奥运要开始 所以说他们现在在盖饭店的露宿 也跟以前不太一样 他们会比较更重视 稍微房间再大一点点 最起码可能是 房间也不太会去放 所谓的single的一张床 它可能要嘛就是twin 两张床 或是一张比较大的床 目标就是说会给一些团客 或是比较注重一些住宿品质的观光客 尤其这几年 欧美观光客 其实是一直在增加的 以日本观光局的统计 亚洲的观光客 其实在2017年 2018年初 都还是在增加的 不过在2018年的7、8月之后 其实就增加的没有那么多 甚至有几个月是负的 不过欧洲或是北美的观光客 其实一直都在增加当中 尤其是欧洲的部分 增加的幅度不算小 那一直到今年2019年前半年 其实每一个月增加的幅度 都有在5%到20% 那今年的4月欧洲 更是增加了20% 平常如果我们从台湾去日本玩 可能在找住宿的地方 会有一些自己的偏好 那很多人会住在新宿附近 感觉比较热闹 那也有一些人 可能会住在迪士尼附近 如果要去迪士尼玩的话 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便宜的选择 可以住在上野之类的 但是对于很多欧美的观光客 他们在找东京 这么大的一个范围 其实他们搞不太清楚 到底饭店应该要订哪里比较好 其实对于欧美人来讲 对于日本的认识 大部分的选择 都还是以银座跟星宿为主 星宿当然没问题 台湾人应该大家都非常熟 银座当然大家也不陌生 就是可能会稍微 比较老一点的社区 但是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讲 他们其实就有点像是 在找那种Time Square 纽约的Time Square 或者是中央公园 那种关键字 他们就会去找银座跟星宿 基本上它还是知名度最高的 所以如果大家最近有在看一些国际品牌 进驻日本的饭店 会发现在东京车站 有乐丁车站附近 有越来越多的饭店 有些高级的饭店的品牌 也在那边进驻 那除了前几年 万豪有几间饭店 在东京车站附近开幕之外 去年的1月 凯越集团的Sentry 也在银座开幕了 那去年11月 还有Square Hotel 那12月还有The Gate Hotel 那今年比较有名的饭店 那当然就是4月 大家都有听说的 就是无印良品 也在银座附近开了一间饭店 那今年9月 也有三井的花园饭店 明年也就是奥运年 万豪集团也会在东银座车站 附近也开了两间饭店 一个是Aloft 另外一个是AC Hotel 基本上会盖在附近 然后用两个品牌的方式来做 其实在东京 大家都可以想象 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饭店了 但是为什么还是会觉得 饭店好像不太够 而且饭店的大战又要开始了 基本上原因 还是我刚所提到的 对于欧美的观光客来讲 对于日本那种 比较小型的商务饭店 需求还是比较小的 他们还是会比较希望 能够有一些 就是可能饭店没有游泳池 或者是有宴会厅 或是拉比比较大 对于欧美的观光客的 脑中的印象中 比较像是出去玩的时候 所需要用到的饭店 像我刚提到 万豪集团 在银座要盖两间饭店之外 其实它已经规划了 一连串的饭店要盖 包括我之前所聊到的 明年要去日本玩的时候 可以去注意的一些 新的观光景点 在虎之门的地方 万豪也要盖它的 Edition的饭店 其实后年 银座还会再盖一间 Edition 那不只是东京 明年也会在大阪的南坡地区 盖一间 Fairfield 还有 预近2021年 在日本的第一间W Hotels 就会在大阪盖了 那当然还有Aloft 在大阪也会有一间新的饭店 Maxi也会有一间新的饭店 那这些都是万豪集团 跟日本当地的公司 一起合作盖的 除了东京跟大阪之外 包括奈良 杂谎 京都 明古屋 横滨 福岗 这个地方万豪 其实都会一间一间的盖下去 这一方面 当然奥运的契机 大家开始去看到 很多外园观光客过去 那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这种国际连锁品牌 的饭店的需求量 越来越高 那为什么万豪集团 在日本的饭店的布局那么大呢 这其实是从 比较早期 SPG的年代就开始了 因为在SPG的年代 日本就有SPG的联名卡 也是美国运通出的 那这张卡 基本上算是 日本的国际饭店集团的 联名卡里面 唯一的一张 那其实在日本 除了A1A 因为跟洲际饭店集团 合作的原因 所以说还蛮多 洲际集团的饭店之外 其实国际饭店的集团 在日本最多的 就是SPG年代 那个收盖的饭店 那SPG跟万豪合并之后 其实现在 现在日本的这张信用卡 还是SPG的卡 还不是万豪的卡 他们等于也趁着 这一个合并的机会 扩展很多 万豪集团本身的品牌 在这里面 毕竟它已经是在日本 少数有知名度的 国际品牌 而且它现在也是 全世界最大的连锁品牌 那当然 日本本土的品牌 其实也是 没有办法 这样子看下去 所以像大昌集团 它也开始改建 它自己的饭店 它现在也开始 有一些海外的进出 大昌饭店 其实是以前 日本的饭店里面 比较有名的 老铺饭店之一 我也因为它越来越旧 越来越有历史感 所以现在其实 很多外国观光客去 也不会想要住大昌 所以大昌 它也在这几年 就也把东京的大昌 整个改建 房间的规模 把它做得比较大 服务的方式 也比较不一样 其实最主要 也是面对 外国观光客的需求 我刚刚提到的 周际饭店集团系列 在日本 现在在盖的 反而是离市中心远一点 像它在温泉的盛地 别府也盖了度假饭店 那在冲绳的十元岛 也盖了新的度假饭店 所以从过去这几年之间 大家其实去日本玩 应该已经慢慢有发现 日本饭店的改变 那在未来的三年五年之后 大家可能会感觉到 改变越来越大 所以这些比较大型的 饭店集团进驻 饭店的房间的大小 也比较大 那它的设施也比较多 除了比较传统的 日本的温泉饭店之外 比较新式的度假饭店 也越来越多 如果有在玩一些饭店点数 饭店联盟的人 过去可能会觉得说 日本实在是太少 连锁饭店可以住了 那或许再过一两年 你会感觉到完全改观 因为会越来越多 而且会越来越完整 加上大部分都是新盖的 那个现代感 也会特别的不一样 好啦 以上就是 今天跟大家聊聊 日本饭店最近的改变 我想应该很多人去日本 还是会挑一些 比较便宜的商务饭店住 不过随着这个饭店大战 继续打下去 接下来我们可能也会看到 这些国际品牌的饭店的 价格越来越亲民 去日本玩 挤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面 连行李箱都打不开的现象 可能也越来越会没有了 哦对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如果是日本的这些商务饭店 它可能是一个人头 一个人头算钱的 不过现在比较盖的新的 专门给外国人住的饭店 其实它都会 还是会以一间房间为主 再去做加价 不用像以前找饭店那样子 搞不太清楚 到底一个人跟两个人 为什么价格会差那么多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研究生Talk 你可以在Apple Podcast Spotify收听 也可以在YouTube收看 还有别忘了订阅我的脸书专页 我们下集节目见 zag paar系列 spear 咱两个字幕 置